請教徐叔伯委員 照顧這些弱勢家庭 對這政府來講 真的這麼困難嗎 當然不困難 尤其是中南部的 事實上他所要的不多 所要的不多 但是確實是影響很大 我舉一個例子講 在麥寮鄉 麥寮鄉是六親的地方 他營養午餐全部免費 但是零件的鄉增要錢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都 因為500塊的營養午餐 要轉移戶籍到麥寮鄉 所以麥寮人口增加 是因為轉移戶籍 小孩子都過去 父母親為了這個 都要這樣做 所以我是認為說 政府有必要前面的檢討 這些欠函兒童的救助辦法 重新來檢討 好 謝謝大家 感謝 謝謝